我教你们怎么调深浅 还有厚薄 还有怎么去磨刀 怎么去用这个刀片 不用天天去磨 这三个螺丝是 短的 耳朵这两边 倒上去这两边 这两边是长的 这一对是长的 不能混错 这三个一排 就是刀片的短的 这个刀片我们要 割胶的时候 调深浅度把刀片 往外面移出去 就是割深 往里面缩回来 就是割浅 我们移出去的时候 不能藏过这个导向器 要跟这个导向器的 不能超过导向器 导向器在 再以刀片 差不多平衡 0.1 刀片均一点 导向器出外面一点 还有这边也是一样 两边都一样 把它调整好 我们就把它扭紧 我们想 想革后的话 就放放电片 再装刀片 再扭螺丝 刀片是放在里面这里 装那电片 再套刀片进去 再扭螺丝稳 还有最重要的是 刀片 你启动的时候 不给刀片打到导向器 变成会 两个碰在一起的话 会造成我们的刀片不利 会伤到我们的刀片 加上呢 这一个 我们这一面 我们刀片是 一对刀片是有四面吗 我们拉 拉 隔 高隔线 拉下来是用隔这一面 低隔线 往底下拉上来的时候 是用这一面拉 用这一面拉 我们大概有用了 一个多两个来叶 这一面 都是用上面这一面很少用 大概有两个来叶 一个多两个叶 一辈子都不利了 我们不紧张 不用拆出来磨 就把三个螺丝 扭送出来 把刀片 转回来 再装下去 把刀片 左右 混回来转 装下去 我们再利用这一面了 再用两个叶 一个多两个叶的话 你再不利了 因为你四面都用了 再不利的话 你就拿出来 轻轻磨 我教你怎么摸 我教你怎么摸 这个是活石 这是刀片 我们放在平整的 活石上面 用力压 压住刀片 拿住 轻轻磨 磨到 磨到我们 看到 割的地方不再低口了 平整了 一样的颜色 你割鲜长了 它会低口吗 会有灰色的 你拿出来磨的时候 把这个 活石 把这个油石 放地下平的地方 放地下平的地方 你就拿住 这一点 用力压住刀片 轻轻磨 用力压住磨 磨到它变一样的颜色为止 到上面刀锋呢 是怎么刀口 是怎么磨的 就拿这个活石 这样慢慢搓 不能 不能往回 不能往回 不能往回搓 只能这样 慢慢这样 多 多个 多磨 多磨一下 还有这边也是这样子磨 往外面 往外面磨 不能 不能回磨 回磨 只能 往外面 能夞一下 能够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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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